长盛将军赵云的十个冷知识 第一 赵云和周瑜 是被公认的三国完美男人 赵云在历史上民间形象 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男人 第二 赵云长板颇期近期出 救出阿斗不是真的 但赵云确实救过阿斗 而且是救过两次 第三 施展过空城记的 不是诸葛亮 实际上用过空城记的 是赵云和曹操 第四 赵云在三国猛将排名第二 一轮 二兆 三点位 二兆就是赵云 赵云没有打过败仗 所以被称为长盛将军 第五 赵云因性格问题 没有被封为五虎上将 但实力应该是上将之首 第六 赵云的家乡是长山真顶 就是现在的河北石家庄正定县 第七 赵云最早是将东宫孙赞的大驾 后被刘备借用过去 赵云从此一心一意地辅佐刘备 第八 赵云是寿终正寝而死的 一生征战 从未受过一点伤 身上没有任何伤疤 第九 赵云对刘备忠心一生 征战无数战功卓越 但地位不如官 张二仁 还有许多杂乱的封号 因此赵云有杂号将军之称 第十 赵云有两个儿子 叫赵统和赵广 这两个儿子没有什么本事 完全颠覆了 虎父无犬子这句话 字幕志愿者请不吝 Luciano λά